而这一期的交通意外 一名20岁的灵性男子骑乘机车 从新竹返回花莲受风向的住家 但在11号的晚间却失联 家人是相当的交集 而他的机车12号的清晨 被发现倒在旧苏华公路和平隧道南口 竟销前往搜寻 在深约150公尺的清水断栏下 找到了男子的尸体 头部有重创 而且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确实的事故原因也尚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灵性男子母亲告诉警方 他和儿子住在寿风制学 儿子骑车去新竹玩 在11号晚上要回来 而晚间8点多也打电话说 已经骑到秀林乡和平村了 不过隔了一个多小时再联络 儿子却联系不上 他焦急着沿着树花公路往北寻找 在12号清晨5点多 在和平隧道南口找到儿子回损的摩托车 新城警分局货报在台九丁县 也就是旧树花公路61.2公里处 北上和平隧道口 发现有摩托车倒卧在路边 在四处搜寻 找到车主灵性男子掉落在 清水断崖约150公尺深的沙滩上 那我们和平接到我们指挥中心派遣 那我们就派派我们的人车 到达现场发现为一台机车 在患者在那个目击下没有看到人 然后我们在因为因为深夜 没有看到任何患者 然后我们再往下往下到岸边那边 才发现到有疑似患者的人影 然后我们就开始架设绳索 那下到海边处发现有一名患者 已经欧卡 是男性还是男性 男性约20岁左右 然后我们就开始架设绳索 然后用绳索然后人力 这样子把它吊挂上来 前方表示经过消防队员到场收救 上午8点多把零性男子吊挂上路面 而零性男子头部重创明显死亡 事故的原因还要带警方调查厘清 大华零新闻总和报道